好不少民眾到日本的奈良遊玩的時候 一定會到奈良公園來餵食梅花路 而台東路野鄉曾經是梅花路群聚的西地地方 今年也設置了一座梅花路的公園 裡頭有12隻溫馴的梅花路 提供遊客近距離的餵食 打造台東版的奈良梅花路公園 大鄉路他們是群聚的公園 大朋友和小朋友開心的拿著玉米飼料 慢慢靠近鹿群並進行餵食 但這裡不是日本奈良 而是餵在鹿野的梅花路園區 台東路野鄉曾經是梅花路的棲息地之一 但後來因為人為的獵捕而消失 在地的社區先前就提出富裕計畫 並在武林監獄旁設立了富裕園區 但僅供民眾遠距離觀賞 而這座梅花路公園也因為 緊鄰大地藝術季的作品旁 路野鄉公所希望 未來可以串聯周邊的農會賣場 濕地以及二層坪水橋等景點 讓更多人能夠走進路野鄉 記者陳吉林 路野鄉公所希望 這座梅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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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